早啊 新闻来了 今天是2023年9月3日 星期日 农历7月19 首先进入要闻 2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 向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表视频致辞 9月1日 习近平回信 勉励中国航发黎明发动机 装配厂李志强班职工 弘扬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积极贡献力量 月前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 发布汽车行业稳增长方案 明确2023年力争实现销量2700万辆左右 同比增长约3% 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900万辆左右 同比增长约30% 月前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 水利部下达中央财政农业 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10亿元 用于支持相关省份做好水旱灾害救灾 农作物并虫害防治等工作 下面是一组资讯 2日 国家水网重要骨干工程 大滕峡水利枢纽全部机组正式投产运行 三峡集团2日消息 位于福建海上风电厂的全球首台16兆瓦风电机组 实现24小时满功率运行 单日发电量达38.41万千瓦时 相当于近17万人一天的生活用电量 创单日发电量新记录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龚全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日16时16分逝世 享年100岁 2日 中国女排巴黎奥运资格赛 23人大名单公布 据外媒报道 美国政府计划在下周宣布 为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 其中将首次包括含有瓶油的穿甲弹药 弹药预计将于未来几周内运抵乌克兰 俄罗斯外长当地时间一日表示 俄罗斯不会再涉及军事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 技术安全等领域 与西方开展合作 新加坡总统选举结果2日揭晓 前国务资政尚达曼 以70.40%的得票率胜出 当选新加坡第九任总统 根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 发布的统计数据 截至当地时间一日 加拿大全境今年灵火过火面积已达16.1万平方公里 目前仍有1071个火场 其中693个属于失控状态 接下来是服务信息 中央气象台2日18时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预计今年第11号台风海魁将于今天傍晚前后在台湾岛东南部沿海登陆 之后穿过台湾岛 4日凌晨移入台湾海峡 然后向福建南部到广东东部一带沿海靠近 中央气象台2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2日20时至3日20时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部江苏东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福建东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我们明天早上见 今天国家水网重要骨干工程大滕峡水利枢纽全部机组正式发电 大滕峡水利枢纽是集防洪、航运、发电、水资源配置、灌溉等功能于一体的珠江流域关键控制性工程 在航运方面将前江航道通航由300吨级提高至3000吨级 打通珠江黄金水道关键节点 在发电方面总装机16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60.55亿度成为广西电网主力电站 在水资源配置方面将流域应急补水响应时间由10天缩短至3天 有利保障粤港澳大湾区供水安全 在灌溉方面可解决贵港市、莱宾市等广西中部地区120万亩耕地 138万人干旱缺水问题助力乡村振兴 财政部日前下达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10亿元 其中抗旱救灾资金2.72亿元 红帽救灾资金3.57亿元 水稻病虫害防治资金3.71亿元 用于支持相关省份做好水旱灾害救灾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等工作 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 今天2023年福贸会在北京开幕了 这里的福指的是服务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像出国旅游或者看进口电影都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 那么福贸会服务了谁又提供了哪些优质服务呢 首先当然是服务了我们每个人的美好生活 福贸会汇聚了服务业的各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不断刷新着美好生活的体验 比如很多朋友喜欢旅游 那么您有览过VR景区吗 去年福贸会上签约的一个数字文旅项目 已经在四川成都落地了 总台记者今天在虚拟现实VR体验区也感受了一把 真的是既刺激又好玩 而在今年的福贸会上 无人驾驶出租车 公园里的智能健身房等一系列新服务纷纷亮相 在未来将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更多高水平多样化的解决方案 同时福贸会还服务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本届福贸会吸引了59个国家和24个国际组织设展办会 有500多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 福贸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体现出各方对这一平台的肯定和重视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 中国持续搭建福贸会这个开放合作的平台 彰显出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满满诚意 正如习近平主席发表视频致辞时所指出的 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 这样的福贸会无疑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福与会 福气的福 实惠的会 福气的福气 感谢观看